早安 今天是2024年8月21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ET开始直击 今早我们有达华继显 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睿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urtis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安 Wendy 今早港股方面可能会稍稍满一些 都是等着晚上时美国会出过上个月的意识记录 昨天早上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京东其中一个大股东 玉尔巴全手沽出是他手上拥有的京东股份 京东昨天在盘后交易急跌超过一成 到底对京东的投资策略部署上应该如何调节 第二是对大市有什么影响 Kurtis 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分析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我们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有回吐 中开股指数跌近4% 金价再创新高 投资市场观望乱主局即将公布的议息会议记录 和主席鲍威尔是Jackson Ho央行年会演说内容 道指五年升后低开 一度是倒升 收市跌61点 收报40834点 跌0.2% 标指跌0.2% 收报5597点 纳指跌0.3% 收报17816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跌3.9%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英国股市跌幅1%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表现 Amazon和Google靠稳 欧盟公布 对中国制的Tesla电动车收取9%的关税 是低于7月初公布时的20% Tesla股价一度升2% 不过期后收市要跌0.7% 另外减平约公司里来 股价创出新高 AMD股价做好NVIDIA要跌超过2%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向下 腾讯、亚里和美团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京东比本港收市低2% 本后曾经急跌挨近一成 市传京东第二大股东Wallmark 全数减持股份套现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低 今日即将公布业绩的港交所 ADR比本港收市低1% 友邦将未明天公布业绩 ADR亦是比本港收市低的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现在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超过300点 最新37727点 首义综合指数也跌5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跌33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超过50点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企 现在早段跌107点左右 恒指在17,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Curtis King谈谈的 安慰市况 市场气氛由之前的乐观 现在转为观望 等待今天即将公布上个月的 议息会议纪录 还有星期五 但其实距离历史高位仍然是非常接近的 之前黑色星期一 或日元Carrie Trade Unwind的情况 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忘记了 但最新的情况 就是无论是标指、纳指和道指 距离历史高位其实真的不远 Curtis 你觉得 未来的气氛是否会持续比较乐观 在投资部署上 你建议大家在现水平应该如何做 我想短期来说 尤其是现在 大家就像你所说 稍稍忘记了之前急跌的情况 纳指已经升到7月底的水平 收复了8月初就跌幅了 直到9月份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前 稍稍的市场气氛 都是倾向乐观一些 但如果真的要去做美股 可能很多投资者之前 上星期的时候 低位错过了 就不敢挠货 现在再去追的话 就不适而太去进取了 毕竟你看到 像NVIDIA 低位反弹最多都超过四成 还有日元的问题 虽然拆仓潮最劇烈的情况过了 但你见过日英又试分145水平 现在市场其实预过日元 也有机会慢慢去到140水平 虽然虽然没有拆仓 但似乎未必短期之内会再建仓 变相来说市场的资金就少了 整体气氛也会有影响 你说美股要再破顶的话 少了一笔流动性 少了一笔钱 就比相对来说之前是困难了 技术走势上看到其实纳指 虽然开始接近之前的高位 但我想你先要上一个列口位 大约在18,200的时候 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列口位 现阶段可能暂时是17,000点 至18,200左右 暂时就先上下 我想这一轮的反弹 其实幅度也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可能就等星期五 你说央行年会 但我想这方面 要注意些会不会有些隐忧 因为现在市场的预期都挺乐观的 因为之前近几天 其实不同的联署局官员都出来 已经放了口风了 但问题是大家 如果有跟联署局官员说话的话 发现其实鲍威尔往往都很小心谨慎 他的同事说到很乐观的时候 他仍然是要戴上头盔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些 看看会不会鲍威尔太过谨慎出来 反而口风不够乐观 可能就会令市场反而少了一份动力 也是观望着未来的议色会议纪录 以及Jackson Ho会议上 鲍威尔说话的论调 我们一起看看港股上日的情况 我们先打开一个图 先打开一些移动平均线 这个是恒指的图 好 港股昨天有回吐 成交再次回到800亿以下 昨天高开92点 不过之后很快到跌 最多跌超过81点 最后恒指收市跌58点 跌幅大概0.3%左右 收市昨天报17611点 国指跌0.5%左右 收报6195点 科指跌0.5% 收报3498点 大市全日成交只有745亿 北水又转回正流入 再度买入指数的ETF 营赋基金全日吸资4亿8千万 小米和巨子生物分别录得2亿和1亿的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中海油和建行分别走资1亿8千万和1亿5千万 和Kurtis 谈谈恒指的情况 先看看图 给大家看一个清晰一点的图 这个就是 恒生指数上星期五升穿了250天线 这两天都一度冲击50天和100天线 但都未能够站稳收市 成交真的偏弱 昨天去到七字头 七百多亿左右 昨晚看到 紫金龙中国指数是跑输大市 急跌4% 科网估ADR普遍都给本港收市低1% 京东更惊吓 盘后跌超过一成 我们稍后会详细谈京东 技术走势上 让大家看看保力加通道 现在已经贴近上线 今次的反弹 你评估是不是已经完结了 其实美金就继续弱 到102以下 利按人民币有一个回升的迹象 有没有机会由人民币的汇价 带动利好港股的气氛 暂时来说人民币的汇价 未必能给到太大的支持港股 但是市场就不是在看这 过往我们看过人民币汇价 可能反映市场 如何看中国内地的经济前景 但现在我们看到稍微转强 主要反映美国方面的减息预期 都是美金弱了 你看到澳美匯指数得到101水平 所以人民币相应就转强 不代表市场特别看好 内地的经济前景 所以对港股的作用 就未必太过大 我想现在的市场 港股仍然在低位附近 发博沉沉 经济数据始终还未好转 之前第二季GDP一系列的数据 其实都令市场 不及市场预期 即使7月份 零售数据似乎好一点 但小行例如汽车消费 或者餐饮等等 其实都比较便宜一些 等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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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转发 转发 转发